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這個環節 看到封面已經 引人入勝 究竟 很多人說 男人不想做事就去滾 但是今次 反過來 老公賺錢 又老婆偷吃 還要認真識吃 38歲的港人人妻 偷吃18歲小鮮肉 吃完還不能回頭 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風水輪流轉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為什麼我用風水輪流轉 去說這件事 因為有人記得 在90年代 不是說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深圳經濟發展 很多大量的香港人 港人就上去深圳開設廠做生意 那時候 盛傳 那些香港老闆 港男 上去做老闆 靠那些工廠妹 包兒拉 上面一件 下面一件 更加引起很多 那時候 為人遵遵樂道的事件 有些人說 內地那位老婆 捧著那個年輕人 走到香港 衣親 打算找一個男人 怎知道 原來發現那個男人 又有家失入 又有其他 然後大婆大戰 然後 後來 慢慢 就發展 在這個 水圍 就出現了一個 二拉村 黃江村 二拉村 等等 這些所謂的事跡 所以 其實 有人一直覺得 男人 當你出去 尤其是公幹的時候 就很容易 偷食 但是 真的 時代 轉變 偷食 已經不再是男人的專利了 今次涉及一位 人妻 究竟 是真是假呢 究竟 聽完之後 你又會怎麼看呢 現在我們首先看一個故事 話說 自稱一位 38歲的 港人人妻 他說 和他的老公 49歲 沒有小孩子 沒有子女 但是 近年出現了 一個關係的轉變 好了 他說兩人 一年多沒有診過 沒有診過 老公說 做事忙 這麼多年 真是很累 其實有些人說 工作上的問題 很少行房 其實不一定是男 女 有些事業型女性 根本不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覺得沒有事 沒有問題 我只是賺錢 好了 夫妻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件事的問題 影響得到 好了 說到原來 他老公經常要回內地工作 最少來 當然了 老公在上面診爆 診爆 回到下來 沒有放 老婆回來要驗 有些是這樣的 那時候 聽過一些故事 就說 有些男士 又要偷偷地 做個快餐團 那時候 疫情之前 一收工星期五 通常那些 還有很多夜生活 香港也好 內地也好 老婆今天去玩 去喝東西 然後老公就馬上吹雞 做個快餐團 然後 可能兩三個兄弟 立即衝上去玩 有些說 不玩得那麼盡 為甚麼 玩得盡 腳遠回來 沒功課 老婆驗 為甚麼只有這麼少 是不是用了 到時候 不行 要鏡石點用 當然有很多新聞 第二天有些 賽後 翌日 趕快回到香港 私底兄弟 在WhatsApp 聊天 幸好 昨晚沒有玩得那麼盡 還要交功課 突然狀態不好 被老婆問 為甚麼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肯定是偷吃 是不是真的偷吃 用很多不同的藉口 去耍老婆 先說回這件事 那個人妻 38歲 又說 她老公 自從去年 12月底 一上去 就上去內地做事 需要5月 6月才能夠回香港 就說 一上去半年 有點寂寞 真是 她老公 分分鐘在上面 大把美女 即是吃到飽 放題 好了 她說 由於 她透過交友平台 玩一些交友Apps 很多騙子 竟然這麼大膽 她說認識了一個18歲仔 認真識識 不要說只是男人 女士也是 吃東西吃亂 當然也有些不同的 有些是依依我不想努力 是不是 其實你不要說 糟糕 我年紀大了 一定沒有市場 不是的 其實是相向的 這件事 說到這位18歲的男生 剛剛讀大學一年級 外形亮麗見石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真是 漂亮 年輕漂亮 理數低 超厚的外形 紅厚的聲線 嘩嘩嘩嘩 你看她的尾喉 多髒髒 嘩嘩 看到人妻都流口水 於是就說 約她出來吃飯 聊聊天 這位大學生 18歲大學生 提出 不如喝兩杯 這樣 真是 真是有些料到 想不到 看上去 理數低 原來也 有些 老謀心算 好了 說到這位人妻 去到酒吧 發現無謂說笑 就說無謂 現在香港的酒吧 多位到 就說 買酒去酒店開房 去到這個時候 我首先不拼估 但是 都不禁 說出一句說話 你拖得走上酒店 你都預了今晚有得診 你不是想跟我兩個 很乖乖地喝杯 是嗎 嘩嘩 兩女 什麼 男女共住一室 你真是 哪個損失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有些事情 人妻表示 本來只是想著喝酒聊天 那你在街上喝就可以了 公園 一定要上酒店開房喝的 是嗎 這些你信不信呢 我 真的不太信 好了 她說 想不到對方突然主動勇敏 半推半咒 兩個人 發生了不安全的性行為 真是環保 蠻保 少用膠袋 不用膠袋 哇 你真是大膽 是不是 又沒有了 好了 人妻回到家後 內疚 就有點guilty 有一種罪咎感 她說沒試過 還要小了他20年 就說大讚對方 很享受 令到他很享受 又說很厲害 條理小轉彎 真的 所以 我又另一種角度去看這件事 有些人又說 年輕人 你依依不想努力 有些人想說 想找個婦婆 你怎樣可以 令到你哄得女人心呢 第一件事 你就要令到她享受 對方 即是你 你要有多厲害 你有些事情 真的 你要有一個好武功 你要身懷絕技 但子神通 都要出齊 說笑 沒有這些服務 人家菜都有味 這位人妻就說 覺得身心也很滿足 嘴也要討得 又要甜 真的 之後 說到這位人妻 嘩 吃過一尋味 這些 很嚴重 無論男與女 都是 你試一次 一定會試第二次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次沒事 沒有事情發生 你發覺安全 等同 有些人出去玩 你說叫家也好 什麼都好 最初 不要說你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老婆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 我見過一些 男生 很年輕的 小孩子 當然成年 成年 18歲以上 帶她去玩 蹦蹭蹭蹭 那些 一開始 整班人 每個人都老司機 突然有個新手 新手 帶她去試練場 試一下 看見她 當然 男人之間 一定會拿出來 在那裡笑 很有趣 那次就是 一開始就叫她 一起玩 好好玩 你真的想到她 樂而忘返 男人 一定吹噓到 簡直人間天堂 天上人間一樣 嘩 你真是 試過你就回不了頭了 你還不會想到家裡看影片 覺得看影片 簡直是浪費你時間 有時間走上去 即是說這些 好了 有些 真的 受不住魔鬼的誘惑 我記得有個是這樣 有些人說 好了好了 那就上去了 那時候 最後很多報告 有些 就是那些 老司機的報告 就說 當時那個新手 新手 新手 年輕人 一上去 開頭 那些 顏色還不錯 那 就很 含羞搭搭 哇 真是 額頭青色一片 那樣 每個人都知道 哈哈哈哈 整個柱籃 那樣 其他老司機 真是左擁右抱 那 當時那種 輝煌年代 在內地玩 有些人說 那時候 紙醉金迷 那些 當然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 現獸橫皮 難道人切出 那麼轉 一開始 一定要有一種環節 聽他們說 一開始 先找個本 找個女伴 那些女伴就 女生晚上好 那些 說到那位新手 新手男士 很害羞 大家沒見過 看片 看得多 這麼波濤洶湧 每個人都大大 直直地在面前 心口 每個人都大大 直直地 小孩子沒見過 立刻忍不住 已經暈倒 老司機通常都很照顧小孩子 來啦 不要白醜啦 你先 你先 免得 免得 又不知道他什麼喜好 那些老司機 怕撞車嗎 現在吃同一道菜 所以老司機 這些都會有一個 默契在這方面 小孩子又不認識 小孩子 尷尬 又懶惰 又懶惰 不要的 不好意思 你們先 半推半走 有些老司機 一看穿 他知道他 怕醜 於是有些 我先來 我先來 選了一些女伴 好了 撞一下膽 等他撞一下膽 不用這麼尷尬 好 就像這位年輕人 很快就選了一個女伴 大家去過那些位置上 都是喝酒 聊聊天 唱一下K 搶一下妹 這樣 大家很開心 這樣 這樣 話說 這麼開心 大家都沉醉 在酒色才氣當中 那位青頭少年 不見了 和女伴不見了 然後有人說 喂 去哪兒 不知道 這樣 嘩 聽到那些老司機說 當時很害怕 但是 又不知道他去哪兒 然後有些 那些 姐姐 那些女伴 好像 不知想去哪兒玩 這樣 好了 大家都想著 不要管他 喝了兩杯不來 最後 一個多小時回來 見到他 嘩 直接看到他 一個小時後脫胎換骨 整個人 有男人的味道 這樣 然後笑奇奇地回來 大滿足 好像吃飽了 大家立刻心神領回 你眼望眼 不用說話 大家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 看你從青色的人 立刻變成一個man人 所以 每次之後 那位朋友 就已經主動出擊了 經常撩人去玩 所以 為什麼我講這個故事呢 某程度上 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人試過一次之後 他自然大膽 這位 這位 港女 他就說 既然試過之後 就開始了 連環診了 更加說 男生 他就向他表白 約他情人節見面 那位大學生 又說他喜歡了他 兩個人 發生關係的地點 多數還在他 這位港女 港人妻 他的家裡 不是吧 嘩 突然你老公回來 就說 嘩 他試過一個星期 有三四晚過夜了 那 這位人妻 之後就說 對這個小鮮肉的身體迷戀 完全被這位小孩征服了 又不想跟他老公離婚 陷入不能之戀 應該怎麼處理呢 當然 是不是真的呢 我去到一個位置上 當然 如果你說 港股博股的 我就真的不相信 他會買酒上酒店 是不是 你說 買酒上房 你說想著喝不睡的 你信不信呢 我真的不信 吹水 是不是 所以 當然 這種 是不是另類尋傳呢 如果是真的 絕對是 經常都說 男人玩 玩完就回家裡 女人玩 就跟別人回家裡 通常這些 到最後都是出事 你還要這麼大膽 環保 不用交代 你遲早有一瓶 真的 搞到 讓你老公知道 你就真是窩可 當然 我不會說 替她老公什麼什麼 這些人來的家事 她老公有沒有去診 我不知道 但是怎樣也好 這些事情 所以不要只說 一單方面 只是男性才有 隨時女性也會有 所以 大家夫妻之間 有什麼事情 有空就麻煩 建立一些 肉體上的歡語 要不然 滿足不了的時候 不要掛人家 兩方面都會有的 其實都是關心 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有人說 那你知不支持她去玩 我沒得知不支持 她要我去玩 我懶不住 你想想 你自己 我不管你男還是女 也好 你要出去玩 不要說到這麼壞 一定要搞事 你夠時候 一群朋友 叫你出去喝酒 你老婆難不難得到你 難不到你的 或者你老婆 要出去吃飯 你難不難得到你老婆 難不到的 正所謂你要踏出這個門口 變成 耶穌都留不住 我說的 根本上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這些其實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界線 有多高 你有那條界線的話 沒有每個人的線不同 這條界線 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話 理論上 你們應該要拿到一個共通點 而不是說你老公那條界線 寫得很高 老婆的界線寫得很低 又或者反過來 就會很容易出現一個問題 最後都是悲劇收場的了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